1934年年底 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 进入贵州 马上要打进四川了 四川军阀纷纷向蒋介石求救 而蒋介石却想利用这次机会 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西南一带 于是他决定去贵阳督战 贵州当地的军阀和商人 都想巴结委员战 所以每天送来大量的情帖 委员场非常反感 可是又不能得罪这些人 因为他还要利用这些人 对付红军呢 怎么办呢 何侍卫长派上右掌 何云亮相这种场合 一般不多讲话 我只讲几句话 点个头就算理事到 没想到这次饭局 险些让他揉了马脚 那天晚上 贵阳商会会长请客 宴会刚开始 他就过来示意为园长 做训事 虽然此前呢 也接受过 此外发言训 不过能不说 于是呢 他摆了摆手 可是啊 这个商会会长 太没眼力见了 不停地起立鼓掌 示意的人长 做训事 何侍卫长 也不好当众发火 喝众人的冷水 于是 他缓缓地站了起 环顾四周 开始 睡话 刚开始前 只听 啪 灯 圆都黑 士兵们 呼啦就围了过来 把他围在了中间 这时候 何侍卫长 也从腰间 拔出了他的 小手枪 这商会会长 顿时就吓了过来 赶紧派人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灯亮了 何依马上把枪 藏进裤袋里 很自然 没有人发现 何依那小子 倒还震怒不做什么 侍卫们 还站在他四周 这时候啊 只见那个商会会长 急忙的 一个就能倒进 说刚才 断电 挑战了 经过这番折腾 演会变好套结束 何依回到别墅 关上的门 散倒在床上 老爷都出去半年了 这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情况怎么样 我成天提心吊胆的 生怕会出什么事 能怪什么 谁让我们 把奖委员长 当康盛